但是有一個很好奇的問題是說 到底我們真的去抽肺癌的病人 他的血中的維他命D數值真的有比較低嗎 我翻不到台灣的一些數據 我們剛剛已經聽過說 抽血其實是可以測維他命D的含量 但是它沒有辦法直接的反應身體的儲存量 大概只能去間接推出 身體目前接受的量是有多少 那血中維他命D抽出來以後 它就會有一個數值的報告 報告就會說30以上是足夠 五三二十一到二十九叫不足 十到二十叫做缺乏 小於十叫做嚴重缺乏 其實在台灣沒有翻到任何 血中維他命D跟肺癌之間相關的研究 但是在中國大陸有一個比較特別的研究 就是觀察中國東方的一些城市 他們去看一些肺病的病人 以及肺癌的病人 看看他們血中維他命D是不是有比較低 就會發現它其實有大部分的病人 在250個病人的受檢者當中 其實有將近有200個是 第三期跟第四期的肺癌 就發現它說這些有肺癌或良性肺部疾病的患者 它的平均的血中的維他命D 大概是小於四 也就是嚴重缺乏的情況 但是這還是沒有辦法解釋說 維他命D跟肺癌之間的關聯系 還是沒有辦法解釋 性質疑 武器 化電力 造型 績